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让云南面临巨大的疫情输入风险 据此,昆明海关采取最严格措施防控境外疫情输入 3月27日,记者探访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用镜头记录下海关工作人员如何守好国门,奋战抗疫一线 当日,来自老窝万象的班机抵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官员 在指定机位对该航班实施登临检疫 对航班上所有入境旅客实施体温检测 核验健康声明卡,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对重点布控和排查发现有症状及其他异常人员进行采样 我们海关对入境人员全面采取了三查三排一转运的卫生检疫措施 所谓三查就是健康声明卡的严格审查 体温监测筛查和医学寻查 所谓三排就是流行病学排查 医学排查,实验室检测排查 所谓一转运就是根据判定的 对判定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有症状人员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 一律按照相关要求移送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做后续处理 在完成检疫措施后 工作人员将按照要求将入境人员全部移交地方集中隔离 与地方联防联控机制无缝衔接 形成严格的闭环管控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 与老窝、缅甸、越南接壤 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守好国门、防控境外疫情输入变得尤为重要 数月来,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守护旅客安全 我们最怕的是旅客的不理解 所以我们在飞机上还是耐心地给它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你等的时间是很长 但是这也是为了保证你自己的安危 也是我保证其他旅客的安危 至于我个人 其实我从疫情发生到现在登机 从来没有说是因为自己第一个冲上去 第一个登带现在害怕 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 据了解,一个航班如果有重点旅客 处置下来可能需要花费4-5个小时 虽然受疫情影响 昆明长水机场航班量减少 但是更加严格复杂的程序 让海关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变得繁重 工作量确实增加了 因为时长拉得非常长 以前晚上如果还蛮结束的话 我们是确实可以轮着休息一下的 对不对 就不用说是 除了特殊情况不用说 整一个晚上都睁着眼睛了 反正最大的影响肯定是家庭方面 因为我儿子也确实还小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了嘛 从出生以后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得不把他送回去 一开始我也很担心 就怕他不适应 但是其实小孩子适应能力也还好 但过了几天他其实也就不怎么找你了 然后自己就一个人就是回到了单身生活 据介绍 面对巨大的疫情输入风险 昆明海关还强化一线保障 充实物资储备 加强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 同时抽调专业人员充实一线 进一步强化培训 提升现场处置能力和个人防护水平